在德國西部紅寶的勇時 採用了瑞士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統 並在水下安裝了AI攝像頭 這款被稱為Zoom Eye的系統 可以更快地檢測和預防溺水情況 也就是說一旦發生異常狀況 系統會向救生員發出警報 救生員就能及時進行援救 對此,大家可能會認為 有AI的介入會間接導致救生員丟失工作 但其實並不固人 救生員表示這個系統 還能輔助他們的救援行動 我希望這次的研究 不是為了抗爭 而是為了抗爭 無論如何,我們不僅僅在這次研究 而我們仍然在這裡,為了客人 Zoom Eye系統已在斯坎蒂娜維亞半島 以及瑞士的泳池中使用 希望這項技術能在未來拓展到世界各地 大正能進行